其实有学生 他们是 文宾方队 文宾方队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制服非常漂亮 粉红色的 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标志 像这个有 我看好像上有一个 英文字母M的点 是什么意思呢 M是M的 M M 她说它这个是代表坑枪玫瑰 坑枪玫瑰 因为它这里是一个铁 这种做的玫瑰的一个标志 然后这个衣服本身这个红色 因为99年我们女明宾方队穿的是 大红色的衣服 所以我们方队又叫红色的方队 但是现在流行的 比较是偏冷色调的衣服 所以我们用的是偏冷 偏冷掉的玫瑰色 她对色彩也研究爱 不完全有想法 要不然让他们两个人 在现场我们走一步 觉得怎么样 当然了 因为在这个国际宾的转播当中 都看到他们的步伐 非常非常的整齐 然后也非常的有美感 我们来现场欣赏一下 好 来 太棒了 太棒了 别一次好不好 我们就可以感觉一下到底有多难 面对两位领队出色的表演 三位美女明星竟然勇于挑战 真是勇气可嘉 我说 我觉得这真真是不行 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下子能够学会的 能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那分吹雨打真的都不停吗 一般是下小雨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去上面 可是我们有说是 他们好像要在 之前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有天天敷面膜 那你们有没有做一些反晒的工作 就是有这方面的要求 这段护肤有要求吗 就是基本上每一段时间会发好多好多面膜 哎呦好多 其实我们想说 因为那天我们在电视上看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每个女生脸上 都飞出 精气神特别好 而且显得皮肤状态也特别好 所以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们那天的时候 有化妆还是没化妆 就十月一那天 然后我们的专门是 毛哥拼老师给我们化的 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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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我们把两位 把这个娜娜和小飞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今天在前十个月 你们都这么辛苦 我们一定要送给你们一份大礼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到美校来 就是要实现两位的一个心愿 所以想问一下 两位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愿 那大家请说 这样 就是大学四年一直都是学的模特专业 那个时候也整天就是 那个时候也经常参加一些活动 学会表演什么的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名模板 那你生活中的娜娜是谁 你喜欢的 你四年 你喜欢 你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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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愿就叫偶像了 对不对 那小飞呢 我也是 因为我 我从大一到大四也是学模特专业的 毕竟学这个专业的 然后我也希望在这个行业成为佼佼者成为超级领摩 我今天都是要来成为超级领摩的 那我们今天得有一个神秘的人 他会来帮你们失控结果 对 他一定会 跟我们一起来帮助两位实现新人 送上一层超级大礼 我们一会儿见 美丽俏佳人 答题快跑旅活动 开选哦 剩下的问题是 今年流行的红色是 A 暖色调 B 冷色调 如果你知道答案 就赶快登陆美丽俏佳人 官网回答问题吧 将有机会得到 美丽俏佳人送出的精美礼品哦